酒驾撞死人还说谎 台中一名男子酒后开车经过路口 突然冲撞了两个路人 还有三部戚机车 造成一死一伤 而事后警方对他酒侧发现 他的酒侧值0.42 没有想到他居然一度说谎 说车子不是他开的 是他老婆开的 但是话才刚说完 就看到太太骑机车赶到现场 也让他的谎言不公自破 监视器外面拍下一辆白色轿车 完全没有刹车 直接撞上了停在路旁的轿车 撞击力道之大 白色轿车右侧车头都被撞烂 驾驶下车后摇摇晃晃 只见他拿着手机不断的讲电话 而在这之前 被他撞伤的两名路人 其中一名53岁的白姓男子 伤众送意不知 过往的那一个是厨师 他去买东西 买东西要回来拜拜 然后回来的时候 可能就是刚好在路口 跟那个年轻人踏踏了几句 结果刚好他就撞过来 五号晚间九点多 36岁的郭姓男子 救后开车行经大甲经国路时 车子突然冲撞了两名路人 还把人连人带车 撞进了民宅骑楼内 再冲撞了路旁的车辆 事后警方到场酒册 酒册值0.42 他竟然一度还变称 车子是老婆开的 酒驾撞死了人 竟然还公然说谎想抵赖 幸好警方当场戳破男子谎言 将他一法送办 借家人陈时节 台中报道